看著過去的老照片 喚起口皮部落祈老小時候的回憶 希拉雅文化山城合作社 透過田野調查 採集傳統歌謠 服飾 透過長者口述 了解過去 遷徙歷史 足補等 汇集多項文史資料 希拉雅口皮部落生活館 10號正式啟用 長輩的一輪有調查 填掉了40位的長輩 他們過去的生活史 還有他們阿公阿嬤 他對他們的印象 他們那個時候怎麼生活 他們的衣服是穿些什麼 去記錄我們些長輩 他們的生活的過程 還有他們對這塊土地的感情 而希拉雅文化山城合作社 李市長表示 語言流失是最大難題 但在文化附贈過程中 族人發現過去外籍神父 為了傳教 曾把福音翻譯成希拉雅語 也成為他們找回語言的重要契機 我們現在語言的福音 福音根據就是從那些原本 從荷蘭的這些博物館 拿回來的馬太福音 跟約翰福音 然後從魯馬拼音 把它拼住在一起 還原我們的語言 希拉雅文化山城合作社表示 雖然外界認為 口皮部落的希拉雅族人 已經漢化 甚至改變傳統信仰 但從文獻調查中發現 部落人保存許多 希拉雅族傳統文化 透過成立生活館 讓文化附贈 再往前邁進 原則新聞大部 台南新化財